根據日本的媒體報導 日本東京山手縣 發生了疑似有一名男子 持刀攻擊的事件 警方在下午監獲民眾報案 指出車廂內有人持刀揮舞 並且因此引發JR新速戰的乘客騷動 乘客們當時就推擠衝出車廂 造成了兩名男子跌倒受傷 不過這一名持刀的男子 事後也向警察辯稱自己是廚師 因此警方目前還在調查 案情的實際情況 而山手縣雙向發生列車延遲的現象 我們稍後也都會有進一步的報導